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什么时候写历史为时过早 拜登在东南亚的利语弊 麦当劳的销售因以色列加沙的抵制活动而受到影响 美中官员将在北京会面推进经济谈判 乔·拜登对四名以色列定居者的行政命令可能毫无意义 我亲眼见证了原因 请大家收看 什么时候写历史为时过早 经济学人 COVID-19疫情引发了大量关于该疾病及其对社会影响的书籍的涌现 然而 关于这些书籍出版速度的争议 引发了对这些快速历史的质量和公正性的质疑 从历史上看 一场重大事件结束后 出现全面历史著作通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这部分是因为好的资料需要时间才能获得 同时 情感和政治偏见也会影响历史写作 此外 时间的推移有助于形成更客观的视角 COVID-19疫情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近期事件 编写全面 公正的历史可能为时过早 此外 对于刚刚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来说 阅读关于这些近期事件的书籍可能并不愉快或有意义 最终 核实编写和阅读历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取决于各种因素 包括资料的可获得性 事件周围的情感和政治氛围 以及读者的观点 拜登政府在东南亚的印太战略已经部分实现 与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加强了双边伙伴关系 这些伙伴关系使美国在南中国海获得了对中国的军事优势 并有可能在台海冲突中支持军事干预 然而 政府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并且缺乏东南亚的整体经济计划 美国没有与泰国、文莱、柬埔寨、老挝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接触 这些国家对中国及其在该地区的影响持有不同观点 拜登政府还需要调整对缅甸的态度 找到一种在惩罚政权的同时与其邻国印度和泰国进行外交接触的方式 此外 政府缺乏一个可行的经济战略来对抗中国 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美国没有重新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没有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使其处于该地区主要贸易协定之外 拜登政府必须为东南亚制定一个可信的经济战略 并加深与东盟的伙伴关系 以有效地与中国在该地区竞争 麦当劳的销售因以色列加沙的抵制活动而受到影响 BBC 麦当劳报告称 由于国际业务部门增长疲软 该公司报告了近四年来的首次季度销售 未达预期 该公司承认 以色列加沙冲突 影响了其2023年第四季度 在一些海外市场的表现 麦当劳是几家面临反以色列活动人士抵制和抗议的西方公司之一 该快餐连锁店在中东 中国和印度的销售增长远低于市场预期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 肯普钦斯基表示 只要冲突持续下去 该公司不指望在这些市场看到任何重大改善 麦当劳的股价在公告后下跌约4% 美中官员将在北京会面推进经济谈判 彭博社 本周 美国和中国官员将在北京就经济问题进行会谈 涵盖的议题包括宏观经济展望 投资审查制度 债务协调和气候变化等 这些会谈是拜登政府努力保持与中国沟通 并保护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2023年下半年 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但台湾问题 南海行动 贸易和出口管制等争议问题仍然存在 财政部长贾纳特·耶伦强调了通过接触交流 来防止潜在危机的重要性 会谈将重点讨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和产能过剩问题 乔·拜登对四名以色列定居者的行政命令可能毫无意义 我亲眼见证了原因 澳洲ABC 定居者一词指的是选择居住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也被称为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的以色列人 定居者问题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以色列财政部长指责拜登总统批评定居者 是一种反犹太主义谎言 以色列政府一直以来都会反击对定居者的任何批评 常常使用反犹太主义的指控 来压制对以色列或其军队的合理批评 然而 指责拜登总统参与反犹太主义谎言 将指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不佳区分的轰炸 但拜登仍继续提供用于轰炸的炸弹 拜登之所以突然支持定居者可能 是因为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压力 他们对他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感到愤怒 并可能选择在选举日留在家中 可能会给拜登带来关键的选票损失 定居者问题是国际辩论的焦点 因为在约旦河西岸的每一个新定居点 都是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以色列政府声称致力于确保犹太定居者遵守法律 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2010年 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Shinbet的负责人透露 极端犹太定居者公然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行为 而Shinbet知道他们是谁 然而 政府不希望逮捕这些定居者 定居者武装到牙齿 并且 如果他们声称感到受到威胁 可以从以色列军队获得枪支 而巴勒斯坦人则不被允许携带武器 很容易被定居者或士兵制服 对于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 几乎没有追究刑责 几乎没有定居者因谋杀 破坏财产或强制驱逐而被定罪 拜登总统最近对四名定居者发布的行政命令 可能是无意义的 只要以色列政府继续通过税收优惠和免费枪支 支持定居者 定居点的扩张将使建立巴勒斯坦国 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有影响力的部长们 对反犹太主义的指责 只会阻碍定居点的减少 国际法明确规定 占领方部应将其平民居民 迁入其占领的领土 然而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 已有数十年之久 以色列对定居者的主导观点是 他们正在纠正国际社会的错误 而巴勒斯坦人则认为 定居者正在占用为巴勒斯坦国保留的土地 并从税收优惠和廉价住房中受益 而巴勒斯坦人则面临房屋被拆除的困境 涅河里价格暴跌 因为中国电动汽车需求减弱 日经亚洲 由于中国电动汽车EV需求放缓 里和涅的价格大幅下跌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三个月涅期货 收于每吨16,235美元 比2022年底下跌约50% 而碳酸里的价格 从2022年底以来已经暴跌超过80% 价格下跌与中国需求疲软有关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市场 两种金属的供应迅速扩大 以应对未来需求加剧了价格下跌 伊朗在伊斯法罕建造新的核反应堆 德国之声 伊朗宣布在伊斯法罕市建造第四座核研究反应堆 此前该国还宣布在南部地区建造一个新的核电站综合体 这座10兆瓦的研究反应堆将有多种应用 包括燃料和核材料测试 以及工业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性药物的生产 伊斯法罕核研究中心已经拥有三座反应堆 伊朗的核计划受到国际批评 人们担心它试图建造核武器 然而 伊朗坚称其核计划仅用于民用目的 J.D. Vance会因为右翼胡言而颠覆民主 华盛顿邮报 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正在竞选共和党参议员提名 他表示如果他当时是副总统他将会阻止2021年1月6日对桥 拜登的选举票认证 范斯还驳斥了唐纳德 特朗普性侵易捡卡罗尔的指控 暗示这样说对性侵受害者不公平 因为特朗普当选总统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 范斯还便称社交媒体公司对特朗普的竞选进行了审查 并且宾夕法尼亚在2020年选举期间非法改变了选举规则 然而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改变是核线的 合法选票不应被废弃 范斯的论点被批评为在制成上不成时 对民主构成严重问题 即使没有唐纳德 特朗普 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师警告称 美国有可能犯下一次巨大的战略错误 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垄断权交给中国 美国目前独家拥有对帕劳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的军事进入权 但除非国会续签 否则美国对这些地区的资金支持将会到期 失去这些地区可能会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疏远 就像二战时期那样 在那一步 布克莱 那一步凯雷 压倒性 违宪的胜利之后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经济学人 那一步 布克莱在萨尔瓦多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在计票完成31%后 他获得了83%的选票 他的政党新思想党 有望赢得全国立法机构的近60个席位 布克莱因其打击犯罪而受到欢迎 这导致谋杀率显著下降 为公民创造了更安全的环境 然而 批评者对他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制衡的漠视表示担忧 他慷慨地给予警察和军队福利 以确保他们的忠诚 将军队规模扩大一倍 恐吓议员并增加对法院的影响力 布克莱还被指责破坏了该国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布克莱计划在第二个任期内专注于教育 卫生 基础设施 并将萨尔瓦多打造成一个技术中心 政府希望吸引中国的投资 并向加密货币投资者提供激励措施 布克莱的连任 引发了关于该国民主和人权未来的问题 中美关系 乒乓外交2.0 外交官 最近 来自弗吉尼亚大学 Yuva 被一群本科生访问中国 追寻1971年 参与历史性乒乓外交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足迹 Yuva的学生与中国大学的学生进行友谊乒乓球比赛 旨在恢复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 这次旅行在中国受到了重要的媒体关注 甚至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Yuva的学生发现 这次经历令人眼界大开 使他们能够与中国同龄人建立个人关系 并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各个问题上的观点 这次旅行引起了Yuva的学生对长期留学中国的兴趣 希望这次旅行能成为美国大学重新与中国接触 并增加人员交流的转折点 人员交流被视为限制美中之间损害和减少不信任的关键 尽管它可能无法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更大结构性问题 海利用他在周六夜现场的笑话来反击 但这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没有帮助 英国每日电讯 共和党候选人尼基·哈利在周六夜现场 SNL节目中露面 以嘲笑唐纳德、特朗普并重振他的竞选活动 这个小品是对南卡罗来纳州CNN市政厅的一个恶稿 由SNL演员詹姆斯、奥斯汀、约翰逊扮演特朗普 尽管这次露面可能有助于哈利争取更广泛的选民 但不太可能赢得特朗普的粉丝 他们不太可能看SNL也可能不喜欢拿特朗普开玩笑 尽管如此 哈利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开心一些 特朗普敦促共和党人拒绝边境和乌克兰援助法案 英国每日电讯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敦促共和党人拒绝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边境协议 该协议包括更严格的移民法律 以及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 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敦促共和党人停止玩弄政治 通过这项立法 特朗普批评该法案 仅在每天非法越境人数超过5000人的五天平均值后才驱逐移民 他说 我们已经有权利 现在就关闭边境 这是必须做的 越南敦促美国授予其市场经济地位 德国之声 越南希望美国能够改变其关于所谓出口倾销的规定 使其更接近欧盟的改革标准 美国目前将越南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影响了对清销的反应及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华盛顿的12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 拜登表示 谈论特朗普时 他必须控制住自己的爱尔兰脾气 英国独立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待军人退伍军人和阵亡战士的冷漠态度表示愤怒 拜登提到了特朗普关于美国阵亡战士的言论 包括称他们为失败者 拜登的已故儿子曾在伊拉克战争中服役 并因脑癌去世 他表示他很庆幸在2018年的一次军事公路之行中 没有与特朗普同行 暗示如果听到这样的言论 他可能会变得暴力 拜登还批评了特朗普的经济记录 并称他为唐纳德 胡佛 特朗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关于COVID-19疫情的历史书籍出版速度的争议 我认为 在这个疫情还在进行中的阶段编写全面 公正的历史可能为时过早 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拜登政府在东南亚的利与弊 尽管他们加强了与一些国家的伙伴关系 但在整体经济计划 和与其他国家的接触方面 还存在一些问题 然后 我们聊到了麦当劳受到以色列加沙抵制活动影响的销售下滑 这是一个有关国际抵制活动对企业的影响的例子 接着 我们谈到了美中官员将在北京会面推进经济谈判的消息 这是两国之间继续对话的重要一步 然后 我们讨论了定居者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的争议 以及美国参议员J.蒂范斯的言论引发的争议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涅河里价格下跌 这与中国电动汽车需求减弱有关 然后 我们讨论了伊朗在建造新的核反应堆的计划 这引发了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 接着 我们聊到了那一步 布克莱在萨尔瓦多总统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 和他面临的挑战 然后 我们谈到了一群美国大学生访问中国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人员交流 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的例子 接下来 我们聊到了尼基 哈利在周六夜现场中的露面 和特朗普对边境和乌克兰援助法案的敦促 最后 我们讨论了越南希望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和拜登对特朗普的批评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涉及了各种不同的话题 从历史书籍的出版争议 到国际关系的发展 以及个人的政治言论和经济趋势 这些新闻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 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和思考 我希望你们通过这些新闻 能够对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新闻 你们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提出的问题吗 欢迎与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